使徒行传第一章,提阿费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位置。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无误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 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在复兴以色列,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复平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助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些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取升天的耶稣,你们献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肥利,多玛,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肥的儿子雅各,激进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兄弟犹大。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不住地祷告祈求。 在那些日子,聚会的人数约有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门徒中间站起来,说,诸位弟兄。 圣灵及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他本来列在我们书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的了一分。 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向前扑倒,杜夫崩裂,肠子都流出来。 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甚至按着他们那里的画点那块田起名叫亚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 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便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 又说,愿别人的他的职份。 所以,从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之中,就是从约汉师尽起, 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那一天位置,必须立一个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 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萨巴,又称呼尤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 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众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这位分由大,因为犯罪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于是,众人为他们出迁,迁落在马提亚上,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使徒行船,第二章,五旬结到了,门徒都同心地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个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因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是纳闷。 都惊讶稀奇,彼此对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魔?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 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 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交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 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人机翘说,他们无非是心酒灌满了。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他高声对他们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 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处。 这正是先知约尔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骄灌烦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一项,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骄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 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凡求告,主明的就必得救。 以色列人啊,请你们听我的话,神界著盟,神月纳,拿撒勒的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 其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也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捉拿他,并借着恶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大魏指着他说,我看现,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 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舌头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盼望中。 因你必不将我的元魂撇在地狱,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阴陷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诸位弟兄们,先祖大魏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 大魏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按着肉身,要兴起,基督坐在他的宝座上。 他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元魂不撇在地狱,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他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附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现在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大魏并没有升进诸天,但他自己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诸位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授鉴,叫你们的罪的赦,就必领授所赐的,胜利。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凡,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于是,欢喜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劲。 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道理,彼此相交,破饼,祈祷。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歧视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繁武功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剥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中百姓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使徒行传,第三章,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记。 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记。 彼得约翰定经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的这圣魔。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的耶稣,基督之名,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怀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肃长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记的,就因他所预祝的是满心稀奇,惊讶。 那被治好的瘸子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狠觉稀奇。 彼得看见,就回答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你们魏圣魔把这事当作稀奇呢? 魏圣魔如此助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儿子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 彼拉多定义要是放他,你们竟在彼拉多面前弃绝了他。 你们弃绝了那,圣者,那,义者,反求着是放一个凶手给你们。 你们杀了那生命之,君,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 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 但,神增借重先知的口,语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已涂抹, 这样,那安淑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前所传讲给你们的耶稣基督降临。 天必留他,等到一切复原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摩西曾对祖宗说,主问你们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兼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我, 凡他像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 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灭绝。 从撒姆尔以来的众先知,凡说欲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 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我们祖宗所立的约, 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各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神迹兴起他的,儿子耶稣就先拆他到你们这里来, 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使徒行传。 第四章,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祀们和守殿官并洒都该忍忽然来了。 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 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压到第二天。 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南丁数目约到五千。 第二天,官长、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 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 并凡大祭司的亲祖都在那里。 教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 你们用甚魔能力奉谁的名作这事呢? 那是彼得贝,圣灵充满,对他们说, 致民的官长和以色列的长老啊。 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 他是怎么得了痊愈?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的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拿撒勒的耶稣基督之名。 这是你们将人所轻弃的石头,成为防角的头块石头。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必可靠着得救。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 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 就无话可搏。 于是吩咐他们从工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 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 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 烦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 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唯恐这是越发传扬在民间, 我们必须严严地恐吓他们, 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 于是叫了他们来, 吩咐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 彼得、约翰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 神,这在神眼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酌凉吧。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官长为百姓的缘故, 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 又恐吓一番, 把他们释放了。 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歧视, 都归容要语, 神。 原来借着神迹一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岁了。 二人既被释放, 就到会友那里去, 把祭司常和长老所说的话, 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相, 神说, 主啊, 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一切的神。 你曾借着你仆人大卫的口, 说, 一交的民为甚魔争闹, 百姓为甚魔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 并他的基督。 西律和本丢比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民, 果然在这城里聚集, 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子耶稣, 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见察, 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 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迹其事, 因你圣子耶稣的名行出来。 祷告完了, 他们聚集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 神的道。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 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 使徒大有能力, 见证, 主耶稣复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姜田产房屋都卖了, 把所卖的价银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照个人所需用的, 分给个人。 有一个立位人, 生在塞浦路斯, 名叫约瑟, 使徒称他为巴拿巴, 巴拿巴翻出来, 就是劝位子。 他有地, 也卖了, 把钱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使徒行船, 第五章, 有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同他的妻子撒非拉卖了田产, 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 他的妻子也知道, 其余的几分, 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彼得说, 亚拿尼亚, 为圣摩萨, 但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七红, 圣灵, 把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了, 价银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 你不是七红人, 是七红, 神了。 亚拿尼亚听见这些话, 就扑倒, 断了气, 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有些少年人起来, 把他包裹, 抬出去埋葬了。 约过了三小时, 他的妻子进来, 还不知道这事。 彼得应他说, 你告诉我, 你们卖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 他说, 就是这些。 那时, 彼得对他说, 你们怎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看啊,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 断了气。 那些少年人进来, 现他已经死了, 就抬出去, 埋在他丈夫旁边。 全教会和凡听见这些事的人都甚惧怕。 主见使徒的手, 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他们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罗门的廊下。 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 百姓却尊重他们。 信徒归, 主的人越发增添, 连男带女很多。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 放在床上或踏上, 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 或者得他的影子照在圣魔人身上。 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乌灵缠磨的, 从耶路撒冷四围的诚意出来, 全都得了医治。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仁, 就是撒都该叫门的人, 兜起来, 满心记恨, 就下手拿住使徒, 收在外间。 但, 主的天使业监开了监门, 领他们出来, 说, 你们去站在殿里, 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 使徒听了这话, 天将亮的时候, 就进殿里去教训人。 大祭司和他的同仁来了, 教祭公会的人, 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 就差人到殿里去, 要把使徒提出来。 但差一到了, 不见他们在殿里, 就回来禀报说, 说, 我们看见尖老实在关锁, 尽是妥当, 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 即使我们开了门, 里面一个人都不见。 大祭司和守殿官和祭司 常听见这些事, 心里犯难, 不知这是将来如何。 有一个人来禀报说, 看啊, 你们收在尖里的人, 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 于是, 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 并没有用强暴, 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 带到了, 便叫使徒站在工会前。 大祭司问他们说, 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 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 看啊, 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 充满了耶路撒冷, 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 神过于顺从人, 是应当的。 你们所杀害, 所挂在木头上的耶稣, 我们祖宗的, 神已经叫他复活。 神用右手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为要将悔改和恕罪的恩赐给以色列。 我们为这些事做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些事做见证。 工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 商议要杀他们。 但有一个法利赛人, 名叫加玛列, 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 在工会中站起来, 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 就对众人说, 以色列人啊, 论到这些人,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 从前杜达起来, 自夸位大, 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 他被杀后, 凡服从他的全都散了, 贵于无有。 此人以后, 当上税的时候, 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 引诱许多百姓跟从他。 他也灭亡, 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现在, 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 任凭他们吧。 他们所谋的, 所行的, 若是出于人, 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工会的人听从了他, 便叫使徒来, 把他们打了, 又吩咐他们, 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 就把他们释放了。 他们离开工会, 心里欢喜, 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 他们就每日在店里, 在家里, 不住的教训人, 传耶稣使, 基督, 使徒行传, 第六章, 在那些日子, 门徒数目增多, 有希腊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攻击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 神的道去管餐桌的事, 原是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 选出七个友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 传道卫士。 大众都喜悦这话, 就拣选了斯提反, 乃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又拣选肥利, 波罗哥罗, 尼加罗, 提门, 巴米拿, 并进游泰交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了, 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神的道姓望起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 树木加增的甚多, 也有一大帮祭司顺从了这道。 斯提反满的信心能力, 在民间行了大骑士和神迹。 当时又成立摆地拿会堂的几个人, 并有古利奈, 亚里山泰, 基里加, 亚西亚, 各处会堂的几个人, 都起来和斯提反辩论。 斯提反是以智慧和灵说话, 众人抵挡不住, 就买出人来说, 我们听见他说, 亵渎摩西河, 神的话。 他们又耸动了百姓, 长老, 病闻事, 就忽然来捉拿他, 把他带到工会去, 设下假见证, 说, 这个人说亵渎的话, 不住地遭见圣所和律法。 我们曾听见他说, 这拿撒勒的耶稣, 要毁坏此地, 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 在工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 显他的面貌, 好像天使的面貌, 使徒行传, 第七章。 大祭司就说, 这些是果然有吗? 司提反说, 诸位父兄请听,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在美索布达米亚, 还未住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 神向他显现, 对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 往我索要指示你的地去。 他就离开迦勒底人之地, 住在哈兰。 他父亲死了以后, 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 在这地方, 神并没有给他产业, 连立族之地也没有给他, 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 那时他还没有孩子。 神这样小于说, 他的后裔必计居外邦, 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 苦待他们四百年。 神又说, 是他们做奴仆的那国, 我要惩罚。 以后他们要出来, 在这地方是奉我。 神又赐他割礼的月, 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 第八天给他行了割礼。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十二个仙祖。 仙祖嫉妒约瑟, 把他迈到埃及去, 神却与他同在, 救他脱离一切苦难, 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眼前的恩典, 有智慧。 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 监管全家。 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 大受艰难, 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 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谷, 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先往那里去。 第二次约瑟与他弟兄们相认, 他的亲族也被罚老知道了。 约瑟就打发弟兄, 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 于是雅各下了埃及, 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 又被带到事件葬于亚伯拉罕 在事件用钱从事件的 傅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 极致, 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 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 直到有不小的约瑟的新亡兴起。 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 苦害我们的祖宗, 叫他们丢弃婴孩, 使婴孩不能存活。 那时, 摩西生下来, 俊美非凡, 在他父亲家礼府养了三个月。 他被丢弃的时候, 法老的女儿拾了去, 养卫自己的儿子。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他满了四十岁, 心中起义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到了那里, 献他们一个人受冤屈, 他就护必他, 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 打死了那埃及人。 他以为弟兄必明白, 神是吉他的手搭救他们, 他们却不明白。 第二天, 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 就劝他们和睦, 说, 你们两个是弟兄, 为甚魔彼此欺负呢? 那欺负邻居的把他推开, 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 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 摩西听见, 这话就逃走了, 与米店的做过客旅, 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过了四十年, 在西奈山的矿业, 有主的一个天使, 从今集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见了那一项, 变觉稀奇, 他正进前观看的时候, 有主的声音对他说, 我是你列祖的, 神就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 摩西战战兢兢, 不敢观看, 主对他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悲叹的声音, 我也听见了, 我下来要救他们, 你来, 我要拆你往埃及去, 这摩西, 就是被百姓所拒, 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 神绝接纳在荆棘中显现之天使的手, 拆派他做首领, 做救赎的, 这人领百姓出来, 在埃及地, 在红海, 在旷野, 四十年坚行了歧视神迹, 那曾对以色列人说主你们的, 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我的, 就是这位摩西, 你们当听他的话, 这人曾在旷野教会中和西奈山上, 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 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 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 反弃绝他, 心里归向埃及, 对亚伦说, 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 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这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甚么事, 在那些日子, 他们造了一个牛犊, 又献祭给那偶像, 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 神就转脸不顾, 任凭他们敬拜天上的日月星辰, 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 以色列家呀, 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 岂是将牺牲和别的祭献给我吗? 你们抬着摩洛的账目, 和礼翻神的星, 就是你们所造位要敬拜的相, 因此, 我要把你们卤到巴比伦外去,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 有作证的账目, 是神小玉摩西叫他照所看现的样式做的, 这账目, 又是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 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 他们同耶稣把账目搬进承受未业之地, 只存到大魏的日子, 大魏在神面前蒙恩, 祈求魏雅各的神域被账目, 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雨, 其实, 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就如先知所言, 主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圣魔的殿雨, 或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 你们这映着景象, 心于尔未受割礼的人尝试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做了, 你们也怎样做, 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 他们也把御仙传说那, 异者要来的人杀了, 如今你们又把他卖了, 杀了,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 竟不遵守。 众人听见这些话, 就心如刀铺, 向司提反咬牙切齿, 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 定睛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就说, 我看见诸天开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众人就大声喊叫, 掩着耳朵, 齐心向他冲上前去, 把他推到城外, 用石头打他, 做见证的人, 把衣服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 司提反呼求, 神说, 求主耶稣接受我的令。 他又跪下大声喊着说, 主啊,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他说了这话, 就睡了, 使徒行船, 第八章, 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从这日起,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 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来葬了, 为他垂胸大哭。 扫罗却残害教会, 进个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在监林。 故此,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 宣讲, 几多。 百姓听见了, 又看现腓力所行的神迹, 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那些话。 因为有许多人被巫灵附着, 那些巫灵大声呼叫, 从他们身上出来, 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 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 望子尊大, 使撒玛利亚的百姓被蛊惑,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 说, 这人就是那称谓神的大能者。 他们听从他, 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被蛊惑。 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 神的国的福音和耶稣, 基督的名, 连男带女就受了尽。 西门自己也信了, 既受了尽, 就常与腓力在一处, 看现他所行的神迹和异能, 就甚惊奇。 使徒在耶路撒冷, 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 神的道就打发彼得, 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道了, 就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他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尽。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 便有圣灵赐下, 就拿钱给使徒, 说, 把这权柄也给我, 叫我手按着谁, 谁就可以受圣灵。 彼得却对他说, 你的钱财和你一同灭亡吧, 以你想, 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 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 因为在神眼前, 你的心不正。 所以,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 祈求, 神, 或者你心里的意念, 可得饶恕。 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 被罪恶捆绑。 西门说, 愿你们为我求, 主, 叫你们所说的, 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使徒记证明, 主道, 而且传讲, 就回耶路撒冷去, 一路在撒玛利亚许多村庄传扬福音。 有, 主的一个天使对菲利说, 起来, 向南走, 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 那路是荒漠。 菲利就起身去了, 不料, 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 是个有大权的太监, 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 总管银库, 他上耶路撒冷敬拜去了。 现在回来, 在车上坐住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灵队菲利说, 你去, 贴近那车走。 菲利就跑到太监那里, 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便问他说, 你所念的, 你明白吗? 他说, 没有人指教我, 怎能明白呢? 于是请菲利上车, 与他同坐。 他所念的那段圣经, 说, 他向羊被迁到宰杀之地, 又向绵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他卑微的时候, 他的审判被夺去, 谁能述说他的世代? 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 太监对菲利说, 请问, 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 是指着自己呢? 是指着别人呢? 菲利就开口, 从这圣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 二人正往前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 太监说, 看啊, 这里有水, 我受尽有什么妨碍呢? 菲利说, 你若是一心相信, 就可以。 他回答说, 我信耶稣, 嫉妒是神的儿子。 于是吩咐车站住, 菲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 菲利就给他施禁。 从水里上来, 主的领把菲利提了去, 太监也不再献他了, 就欢欢喜喜地走路。 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献菲利, 他走遍那地方, 在各城传扬福音, 直到凯撒利亚, 使徒行传第九章,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徒, 威吓凶杀的话, 去献大祭司, 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个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 无论男女, 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扫罗航路将到大马士革, 忽然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肾魔逼迫我。 他说,主啊,你是谁? 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用脚踢刺是男的。 他就战惊稀奇, 说,主啊,你要我做肾魔。 主对他说,起来, 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 却看不现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 睁开眼睛, 竟不能看见一人。 有人拉他的手, 领他进了大马士革。 他三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也不喝。 当下, 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 名叫亚拿尼亚。 主在异象中对他说, 亚拿尼亚。 他说,主,请看, 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 起来,往直接去, 在犹大的家里, 寻访一个大树人, 名叫扫罗。 他正祷告, 便在异象中看见了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进来按手在他身上, 叫他能看见。 亚拿尼亚回答说, 主啊, 我听见许多人说, 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 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 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 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主对亚拿尼亚说,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 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必须受何等大的苦难。 亚拿尼亚就去了, 进入那家, 把手按在扫罗身上, 说, 兄弟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 主, 就是耶稣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 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 于是起来受了劲, 吃过食物就健壮了。 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 同住了些日子, 他随即在各会堂里传扬, 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 说, 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 不是这人吗? 并且他到这里来, 岂不是特要捆绑他们, 带到祭司长那里。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 跛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那位, 基督。 后来满了许多日子, 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 但他们埋伏的是被扫罗知道了。 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 要杀他。 众门徒就在夜间用篮子, 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 想与门徒结交, 他们却都怕他, 不信他是门徒。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并去见识图, 把他在路上怎么看线, 主, 他怎么向他说话, 他在大马士革, 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 都述说出来。 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 他奉主耶稣的名放胆传道, 并与希腊人讲论辩驳, 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 弟兄们知道了, 就送他下凯撒利亚, 打发他往大树去。 那时, 犹太, 加利利, 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 被造就, 行事敬畏, 主, 蒙, 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了。 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 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 他在那里遇见一个人, 名叫以尼亚, 得了瘫痪, 在褥子上躺过八年。 彼得对他说, 以尼亚, 耶稣, 基督医好你了, 起来, 收拾你的褥子, 他就立刻起来了。 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 就归服, 主。 在约帕有一个女徒, 名叫大比大, 翻希腊话就是多家, 他广行善行, 多事周济。 当那些日子, 他患病而死, 有人把他洗了, 停在楼上。 吕大元与约帕相近, 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 就打发两个人去献他, 要求他说, 快到我们那里去, 不要担言。 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 到了, 便有人领他上楼。 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 拿多嫁与他们, 同在石所做的礼仪外衣给他看。 彼得叫他们都出去, 就跪下祷告, 转身对着死人说, 大比大, 起来。 他就睁开眼睛, 见了彼得, 便坐起来。 彼得伸手扶他起来, 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 把多家活活地交给他们。 这时传遍了约帕, 就有许多人信了, 主。 此后, 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 使徒行传, 第十章, 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 名叫戈尼流, 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他是个虔诚人, 他和全家都敬畏, 神, 多多周济百姓, 常常祷告, 神。 有一天, 约在身处, 他在异象中, 明明看见神的一个天使进去, 到他那里, 说, 戈尼流。 戈尼流定睛看他, 惊怕说, 主啊, 甚么是呢? 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 神面前已蒙记念了。 现在, 你当打发人网约帕去, 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房子在海边上, 他要告诉你所当行的, 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 戈尼流叫了两个家仆, 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 把这些事都述说给他们听, 就打发他们, 网约帕去。 第二天, 他们行路将近那城的时候, 彼得约在武镇上房顶去祷告, 觉得极其饿了, 想要吃。 那家的人正预备用餐的时候, 彼得浑游向外, 看见天开了, 有一雾降到彼得那里, 好像一块大布, 细着四脚, 坠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 野兽和爬物, 并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 彼得起来宰了赤。 彼得却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 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 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甚魔意思。 不料, 戈尼流所插来的人, 已经查问到西门的家, 站在门外, 喊着问, 有称呼彼得的西门, 住在这里没有。 彼得还思想那一项的时候, 灵向他说, 看啊, 有三个人来找你。 所以, 你当起来下去, 和他们同往,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插他们来的。 于是, 彼得下去见戈尼流派来见他的那些人, 说, 看啊, 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 你们来世为甚魔缘故。 他们说, 百夫长戈尼流是个义人, 敬畏, 神, 未由太通国所称赞。 他蒙, 神界一个圣天使警戒, 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 听你的话。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 住了一宿。 次日, 起身和他们同去, 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 又次日, 他们进入凯撒利亚, 戈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 彼得一进去, 戈尼流就迎接他, 俯伏在他脚前敬拜他。 彼得却拉他, 说, 你起来, 我也是人。 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 现有许多人在那里聚集, 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 本是不合理的, 但, 神已经指示我, 无论圣魔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 所以我被请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 就不推辞而来。 现在请问, 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 戈尼流说, 前四天我进食, 直到这个时候, 在身处我在家中祷告, 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服站在我面前, 说, 戈尼流, 你的祷告已蒙垂听, 你的周记达到, 神眼前已蒙记念了。 所以, 你当打发人网约帕去, 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当他来的时候, 便会对你说话。 所以我历史打发人去请你, 你来了很好, 现今我们就都在, 神面前, 要听, 神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彼得就开口说, 我真看出, 神是不偏待人。 原来, 各国中纳静为主, 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神借着耶稣, 基督, 他是一切的, 主, 传和平的福音, 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 这道在约翰传扬近利以后, 从加利利起, 传遍了犹太。 神怎样以, 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的耶稣, 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周流四方, 行善事, 一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神与他同在。 他在犹太人之地, 并耶路撒冷, 所行的一切是, 由我们做见证, 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 第三天, 神叫他复活, 显现出来, 不是显现给众人看, 乃是显现给, 神玉仙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 就是我们这些, 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人, 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 要做活人, 死人的审判官。 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 凡信他的人, 必因他的明德蒙赦罪。 彼得还说这些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那些奉歌里, 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显圣灵的恩赐, 也交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习气,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 称赞, 神为大。 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了, 圣灵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禁呢? 就吩咐奉, 主的名给他们施禁。 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基天,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地兄听说, 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极致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歌里的门徒和他争辩说, 你进入未受歌里之人的家, 和他们一同用餐了。 彼得就开口, 把这事从起头按次序给他们讲解, 说, 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 浑游向外, 看见一向, 有一雾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细着四脚, 从天坠下, 直来到我跟前。 我定睛查看, 见那种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 爬雾, 并天上的飞鸟。 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 彼得, 起来, 宰了赤。 我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凡俗而不洁净的物, 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 又有声音从天上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样一连三次, 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看啊, 随即有三个人, 已经到我所在的屋子那里, 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 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 不要疑惑。 同着我去的, 还有这六个弟兄, 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 那人就告诉我们, 他如何看见一个天使, 站在他屋里, 说, 你打发人网约怕去, 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有话告诉你, 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我一开讲,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 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施劲,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劲。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 像在我们信主耶稣, 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 我是谁能拦阻神呢? 众人听见这些话, 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语, 神说, 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 叫他们悔改的生命了。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 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菲尼基和塞浦路斯, 并安提亚,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 他们到了安提亚, 也向希腊人传讲, 主耶稣。 主的手语, 他们同在, 信而归, 主的人数就很多了。 这封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 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 走到安提亚位置。 他到了那里, 看现神所赐的恩旧欢喜, 劝勉众人, 立定心智, 恒久靠, 主。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于是, 有许多人归服了, 主。 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 找着了, 就带他到安提亚去。 他们足有一年, 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门徒称谓基督徒, 是从安提亚起手。 当那些日子, 有机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 那中有一个名叫亚加布站起来, 借着, 灵指明普式将有大饥荒。 这事到克劳蒂凯撒年间, 果然有了。 于是, 门徒定义赵个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 把捐相托巴拿巴和扫罗, 送到仲长老那里, 使徒行传, 第十二章。 那时, 西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见由太人喜欢这事, 又去捉拿彼得。 那时正是除教节的日子, 西律拿了, 彼得收在监里, 交付四班兵丁看守, 每班四个人, 意思要在一丝翠节后, 把他提出来, 当着百姓办他。 于是, 彼得被囚在监里, 教会却为他不住地祷告, 神。 西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住, 睡在两个冰钉当中, 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忽然, 有, 主的一个天使站在旁边, 监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泪旁, 拍醒了他, 说, 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天使对他说, 树上带子, 穿上鞋。 他就那样做, 天使又说, 披上外衣, 跟着我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 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 只当现了一项。 过了第一层, 第二层监牢, 就来到通往城内的铁门, 那门自己开了。 他们出来, 走过一条街, 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彼得醒悟过来, 说, 我现在却知道, 主差遣他的天使, 救了我脱离西律的手, 和犹太百姓一切所指望的。 想了一想, 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 他母亲玛利亚家去, 在那里有许多人聚集祷告。 彼得敲外门, 有一个女子, 名叫罗大, 出来探听, 听的是彼得的声音, 就欢喜得顾不得开门, 跑进去告诉众人说, 彼得站在门外。 他们说, 你是疯了。 使女不断地说, 真是他。 他们说, 必是他的天使。 彼得不住地敲门, 他们开了门, 看见他, 就甚惊奇。 彼得用手示意他们不要作声, 就告诉他们, 主怎样领他出间, 又说, 你们把这些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 于是他离开, 往别处去了。 到了天亮, 兵丁间扰乱不小, 不知道彼得往那里去了。 西律找他, 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 吩咐要把他们拉去致死。 后来西律离开犹太, 下凯撒利亚去, 住在那里。 西律甚不喜欢推罗, 西顿的人。 他们那一带地方, 是从王的地土的公养, 因此就托了他们的朋友王的内侍臣, 伯拉斯兜的情, 一心来求和。 西律在所定的日子, 穿上朝服, 坐在位上, 对他们讲论一番。 百姓喊着说, 这是神的声音, 不是人的声音。 西律不归荣耀给神, 所以主的天使立刻击打他, 他被虫索咬, 气就绝了。 神的道日渐兴旺, 越发广传。 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 他们攻击的事, 就从耶路撒冷回来, 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童去,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 有机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 鼓励奈人陆球, 与分封之王西律同仰的马念, 并扫罗。 他们是奉, 主, 进士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功。 于是进士祷告, 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 他们即被圣灵差遣, 就下到西流基, 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 到了萨拉米, 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 神的道, 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 经过海岛, 直到帕弗, 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 假冲先知的犹太人, 名叫巴耶稣。 这人常和省长士囚, 保罗同在。 士囚保罗是个通达人, 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 要听神的道。 只是那刑法术的以驴马, 这名翻出来就是刑法术的意思, 抵挡使徒, 要叫省长转离信仰。 扫罗, 又名保罗, 被圣灵充满, 定睛看他, 并说, 你这充满各样鬼诈奸恶, 魔鬼的孩子, 重义的仇敌啊。 你混乱, 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 现在, 主的手夹在你身上, 你要瞎眼, 暂且不现日光。 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 周围囚人拉着手领他。 省长看线所做的事, 很稀奇, 主的道就信了。 保罗和他的同仁 从帕弗开船, 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 约翰就离开他们, 回耶路撒冷去。 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 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 在安息日敬会堂坐下。 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 管会堂的叫人过去, 对他们说, 诸位弟兄, 若有圣魔劝勉众人的话, 请说。 保罗就站起来, 用手示意, 说, 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 神的人请听。 这以色列民的, 神兼选了我们的祖宗, 当民在埃及的做客旅的时候, 抬举他们, 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 又在旷野容忍他们, 约有四十年。 既灭了迦南第七族的人, 就把那地分给他们畏业, 此后他给他们设立试诗, 约有四百五十年, 直到先知撒末尔的时候。 后来他们求一个王, 神就将遍雅敏之派中积世的 儿子扫罗, 给他们做王四十年之久。 既费了扫罗, 就选利大卫做他们的王, 又为他做见证说, 我寻得耶稀的儿子大卫, 他是和我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 从这人的后裔中, 神以经照著所应许的, 为以色列立了一位救主, 就是耶稣。 在他没有出来以前, 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尽力。 约翰行进了他的成途说, 你们以为我是谁? 我不是他, 只是看啊, 有一个在我以后来的, 我姐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 诸位弟兄, 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 神的人啊, 这就是的道事传给你们的。 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 因为不认识, 基督也不明白美安息日所读中先知的书, 就把基督定了死罪, 正应了先知的话, 虽然查不出他有荡死的罪来, 还是求比拉多杀他, 既应验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 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 放在坟墓里,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 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 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 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 神已经向我们这座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 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住说, 你是我的, 儿子, 我今日生你。 论道,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不再归于朽坏, 就这样说, 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 又有一篇上说, 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大卫按, 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世代的人, 就睡了, 归到他祖宗那里, 以见朽坏, 唯独神所复活的, 他并未先朽坏。 所以, 诸位弟兄, 你们当晓得, 恕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性靠这人, 就都得称义了。 所以, 你们勿要小心, 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 主说, 你们这经慢的人要观看, 要惊奇, 要灭亡,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 我行一件事, 虽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当犹太人出会堂的时候, 外邦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 再讲这些话给他们听。 散会以后, 犹太人和敬前进犹太教的人, 多有跟从保罗, 巴拿巴的。 二人对他们讲道, 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 到下安息日, 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 要听神的道。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 就满心嫉妒, 硬搏保罗所说的话, 并且亵渎。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 神的道先讲给你们, 原是应当的, 只因你们弃绝这道, 断定自己不配的永生, 看啊,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因为, 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 我已经历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救恩, 直到地级。 外邦人听见这话, 就欢喜了, 赞美, 主的道, 凡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 于是, 主的道传变了那一带地方, 但犹太人挑唆前进, 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 逼迫保罗, 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 二人对着众人抖下脚上的尘土, 就往以戈念去了。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使徒行传第十四章, 二人在以戈念童进犹太人的会堂, 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 耸动外邦人, 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 于是,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 以靠主放胆讲道, 主借他们的手, 实行神迹歧视, 证明他的恩道。 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 有服从犹太人的, 有服从使徒的。 那时, 外邦人和犹太人, 并他们的官长, 一起拥上来, 要凌辱使徒, 用石头打他们。 使徒知道了, 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 特避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 在那里传福音。 路斯德城里, 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 生来是瘸腿的, 从来没有走过。 他听保罗讲道, 保罗定睛看他, 现他有信心, 可得痊愈, 就大声说, 你起来, 两脚站直。 那人就跳起来, 而且行走。 百姓看现保罗所做的事, 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 有众神借着人行, 降临在我们中间了。 于是称巴拿巴为朱比特, 称保罗为墨丘利, 因为他说话名手。 由城外朱比特的祭司, 千柱牛, 拿着花圈, 来到门前, 要同百姓向使徒献祭。 巴拿巴, 保罗二使徒听见, 就撕开衣服, 跑进百姓中间, 喊着说, 竹军, 为甚魔做这些事呢? 我们也是人, 性情和你们一样。 我们传福音给你们, 是叫你们转离这些虚妄, 归向那创造天, 地, 海, 和其中一切的永生, 神。 在从前的世代, 他容忍列国各行其道, 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 就如常识恩惠, 从天降雨, 赏赐封年, 叫我们饮食饱足, 满心喜乐。 二人说了这些话, 紧紧地拦住百姓, 不限寄予他们。 但有些犹太人, 从安提阿和以戈念来, 挑唆百姓, 就用石头打保罗, 因为他是死了, 便拖到城外。 门徒正围着他, 他就起来, 走进城去。 第二天, 同巴拿巴往特壁去, 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 并且教导了许多人, 就回路斯德, 以戈念安提阿去, 兼顾门徒的心, 劝他们横守所信的道, 又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患难。 二人在个教会中, 选立了长老, 又进时祷告, 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 主。 二人经过比西迪, 来到庞菲利亚, 他们在别家传了道, 就下亚大利去, 从那里坐船, 往安提阿去。 当初, 他们被众人所托, 蒙, 神之恩, 要办现在所完之功, 就是在这地方。 到了那里, 聚集了教会, 救赎说, 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并, 神怎样为外邦人, 开了信道的门。 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屠住了多日, 使徒行传, 第十五章, 有几个人从游泰下来,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 不能得救。 那时, 保罗, 巴拿巴与他们的纷争辩论不小, 他们就定义叫保罗, 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 为所辩论的, 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于是, 教会送他们起行, 他们经过腓尼基, 撒玛利亚, 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 叫众弟兄都深欢喜。 到了耶路撒冷, 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 他们就述说, 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唯有几个信徒, 是法利赛叫门的人, 起来说, 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 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时, 辩论已经多了, 彼得就起来, 说, 诸位弟兄, 你们知道, 神早已在我们中尖检选了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 而且相信。 知道人心的, 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 正如他给我们一样, 又急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 并不分他们我们。 即使这样, 现在你们为甚魔试探, 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 我们得救, 乃是因主耶稣, 基督的恩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所信的。 众人都默默无声, 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 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其事。 他们住了声, 雅各就说, 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 方才西门述说, 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 从他们中兼选去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众先知的话, 也与这一词相合, 正如经上所写的, 此后, 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大魏倒塌的丈母, 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叫余圣的人,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 都寻求做这些事的主。 这话是行这些事的主说的, 神从世界的起头, 以知晓他一切的功。 所以据我的意见, 我们不可难为那归服了神的外邦人, 只是我们要给他们写信, 叫他们进届偶像的污秽和奸引, 并勒死的牲畜和血。 因为从古以来, 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 每逢安息日, 再会堂里诵读。 那时, 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 从他们中兼兼选人, 差他们和保罗, 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 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腊, 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 于是写信交付他们, 内中说, 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 问安提阿, 叙利亚, 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 我们听说, 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 用言语搅扰你们, 祸乱你们的心, 说, 你们必须受割离, 守律法。 其实, 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 所以, 我们同心定义, 拣选几个人, 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 往你们那里去。 这二人是为我们, 主耶稣, 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 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腊, 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 因为, 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 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就是进阶级偶像的食物和血, 并勒死的牲畜和坚引。 这几件, 你们若能保守自己不犯就好了。 愿你们平安。 他们寄封了差遣, 救下安提阿去, 聚集众人交付书信。 众人念了, 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 犹大和希腊也是先知, 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 兼顾他们。 住了些日子, 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使徒们那里去。 唯有希腊定义仍住在那里。 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 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 过了些日子, 保罗对巴拿巴说, 我们可以再到从前传扬主道的各城, 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 巴拿巴有意要代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于是, 二人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巴拿巴带着马可, 坐船往塞浦路斯去, 保罗拣选了希腊, 也离开, 蒙弟兄们把他交于神之恩中。 他就走遍叙利亚, 基里加, 兼顾众教会, 使徒行传, 第十六章, 保罗来到特壁, 诱导露斯德。 在那里有一个门徒, 名叫提摩泰, 是信主至犹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却是希腊人。 露斯德和以歌念的弟兄都称赞他, 保罗要带他同去, 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 就给他行了割礼。 他们经过个城, 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 于是, 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 人数天天加增。 那时, 他们经过弗里加, 加拉泰一带地方, 圣灵禁止他们在亚西亚传道, 后来他们到了美西亚, 想要往壁推尼去, 灵却不许他们。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 下到特罗亚去。 在夜间有一项线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一项,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一位主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于是从特罗亚开船, 一直行到萨摩特朗, 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 从那里来到腓利比, 就是马其顿这一方首要的城, 也是罗马的住房城。 我们在这城里住了积天。 当安息日, 我们出了城, 到了河边, 那里有一个常为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对常在那里的妇女讲道。 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 名叫吕底亚, 是推亚推喇城的人, 素来敬拜, 神。 她听见了, 主就开导她的心, 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她和她一家寄领了尽, 便求我们说, 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 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 于是强留我们。 后来, 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有一个女子迎着面来, 她被乌灵所赋, 是占卜的, 叫她主人们大的财力。 她跟随保罗和我们, 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 神的仆人, 只是我们救人的道。 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愁烦, 转身对那灵说, 我奉耶稣, 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驼当时就出来了, 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盼望没有了, 便揪住保罗和希拉, 拉他们道士上去箭手领, 又带到官长面前说, 这些人原是犹太人, 竟大大骚扰我们的城, 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官长吩咐, 拨了他们的衣服, 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 便将他们下在间里, 嘱咐禁足严谨看守。 禁足领了这样的命, 就把他们下在那间里, 两脚上了木狗。 约在半夜, 保罗和希拉祷告, 唱诗赞美, 神, 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 地大震动, 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 监门立刻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禁足一醒, 看见监门全开, 一位囚犯已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禁足叫人拿灯来, 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 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 说, 两位先生, 我物要怎样行, 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 当信, 主耶稣, 基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当夜, 就在那时候, 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 他和属乎他的人力时都受了禁。 于是, 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食物。 他和全家因为信了, 神都很喜乐。 到了天亮, 官长打发差一来, 说, 是放那两个人吧。 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 官长打发人来叫是放你们, 因此如今可以出间, 平平安安地去吧。 保罗却说, 我们是罗马人, 并没有定罪, 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 又把我们下在尖里, 现在要私下赶, 我们出去吗? 这诚然是不行的, 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 差一把这些话回禀官长。 官长听见, 他们是罗马人, 就害怕了, 于是来劝他们, 领他们出来, 请他们离开那城。 二人出了间, 往旅底亚家里去, 献了弟兄们, 劝慰他们一番, 就走了, 使徒行传, 第十七章, 保罗和希拉经过岸非坡里, 亚波罗尼亚, 来到铁撒罗尼家, 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保罗照他素长的规矩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臣民, 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 又说, 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 就是基督, 他们中间有些人信了, 就服从保罗和希拉, 并有许多前进的希拉人,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极度, 招聚了些市井匪类, 搭伙成群, 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 要将保罗, 希拉带到百姓那里, 找不着他们, 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 拉到地方关那里, 喊叫说, 那搅乱世界的也到这里来了, 耶孙收留他们, 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 说另有一个王耶稣, 百姓和地方关听见这些话, 就惊慌了, 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 就是放了他们,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 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里亚去, 二人到了, 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比铁撒罗尼家的人, 更显未贵,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与不适, 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 男子也不少, 但铁撒罗尼家的犹太人知道, 保罗又在比里亚传, 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 耸动百姓, 当时, 弟兄们便随即打发保罗像是往海边去, 只是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比里亚, 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 寄领了保罗的命, 叫希拉和提摩太素素到他这里来, 就回去了,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灵力着急, 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 并每日在世上所遇现的人辩论, 还有伊比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 有的说, 这胡言乱语的要说圣魔, 有的说, 他似乎是传说外邦众神的, 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父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 说, 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圣魔意思,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 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保罗站在马尔斯山中, 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迷信的, 我经过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给那为食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把它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一切的, 神既是天地的, 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敬拜, 好想缺少圣魔,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 一切赐给众人, 他从一血脉造出列国的人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们寻求, 主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 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 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 神的本性向人用手艺, 心思, 所雕刻的金, 银, 石,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视若不见,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以他所设立的人暗公义审判事件, 他已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众人做可信的凭据,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机窍他的, 又有人说, 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于是, 保罗从他们当中离开去了,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 信了主, 其中有亚略八股的关丢尼修, 并一个妇人, 名叫大马里, 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使徒行传, 第十八章, 这些事以后, 保罗离了雅典, 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居拉, 他生在本都, 因为克劳蒂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新近带着七百基拉, 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是制造帐篷未业, 保罗因与他们同业, 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每逢安息日, 保罗在会堂里辩论, 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 希腊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保罗邻里迫切, 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他们既抗拒, 亵渎, 保罗就抖着衣服, 对他们说, 你们的血归道, 你们自己头上, 我是干净的, 从今以后, 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他于是离开那里, 到了一个人的家中, 这人名叫尤氏都是敬拜, 神的, 他的家靠近会堂, 总管会堂的基利斯部和全家都信了, 主,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 就相信受敬, 夜间, 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 不要怕, 你只管讲, 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 我有许多的百姓, 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到家留做亚该亚省长的时候, 犹太人同心起来作乱, 攻击保罗, 拉他到公堂, 说, 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 神, 保罗刚要开口, 家留就对犹太人说, 你们这些犹太人啊, 如果是为不义或奸恶的事, 我理当耐性听你们, 但所争论的, 若是关乎言语, 明目和你们的律法, 你们自己去办吧, 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 他就把他们赶出公堂, 众希腊人便揪住总管会堂的所提倪, 在堂前打他, 那些事家留都不管, 此事以后, 保罗仍住了好一段时候, 就辞别了弟兄, 坐船往叙利亚去, 百姬拉, 亚居拉和他同去, 他因为许过愿, 就在尖阁里剪了头发, 保罗到了以弗所, 就把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确尽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 众人请他同他们多住些日子, 他却不允, 却自别他们, 说, 我勿要在耶路撒冷守着将道的节气, 神若许我, 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 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 他在凯撒利亚下了船, 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 随后下安提阿去, 他住了些日子, 又离开那里, 按次序走遍加拉太和福吕加各地, 兼顾众门徒, 有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波罗, 来到以弗所, 他生在亚历山泰, 是有口才的, 最能讲解圣经,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 灵力火热, 降, 主的是竭力讲论教训人, 只是他单小的约翰的敬礼, 他在会堂里放胆讲起道来, 摆基拉, 亚居拉听见, 就接他来, 讲, 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完备, 他想要往亚盖亚去, 弟兄们就写信, 劝门徒接待他, 他到了那里, 多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 因他在众人面前, 大大搏道犹太人, 引圣经证明, 耶稣是基督, 使徒行传, 第十九章,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 就来到以弗所, 在那里遇现几个门徒, 他对他们说, 自你们信了这道以来, 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对他说, 我们未曾听见有圣魔, 圣灵, 保罗对他们说, 这样, 你们受的是圣魔禁呢, 他们说, 是约翰的禁, 保罗说, 约翰所行的原是悔改的禁, 告诉百姓, 当信纳在他以后要来的, 就是基督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 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敬, 保罗按守在他们头上,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方言, 又说预言, 一共约有十二个人, 保罗进会堂, 放胆讲道, 一连三个月, 辩论神国的事, 劝话众人, 后来, 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 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 保罗就离开他们, 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 便在推喇奴的学房天天辩论, 这样有两年之久, 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都听见主耶稣的道, 神界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歧视,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 拿手巾或围裙, 放在病人身上, 并就退了, 恶灵也出去了, 那时, 有几个琉璃飘荡, 装作赶鬼魔的犹太人, 向那被恶灵所赴的人擅自称, 主耶稣的名, 说, 我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 做这事的, 有犹太祭司常世基瓦的七个儿子, 恶灵回答他们说, 耶稣我认识, 保罗我也知道, 你们却是谁呢? 恶灵所赴的人, 就跳在他们身上, 制服他们, 胜了他们, 叫他们赤鲁受伤, 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 凡住在以弗所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都知道这事, 也都惧怕, 主耶稣的名, 从此就尊大了, 那以经信的, 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 平塑形邪术的, 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 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 他们算寄书价, 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银子, 神的道大大兴旺, 而且得胜, 就是这样, 这些事完了, 保罗灵里定义, 经过了马其毒, 亚盖亚就往耶路撒冷去, 又说, 我到了那里以后, 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他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 打发提摩泰, 以拉多二人往马其顿去, 唯独自己暂时等在亚西亚, 当时, 因为那道起得扰乱不小, 有一个银匠, 名叫迪米丢, 是制造带安纳神银刊的, 他使这样手艺人得力不少, 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 说, 众位, 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手艺的财, 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 也几乎在亚西亚全地, 引诱迷惑许多人, 说, 人手所做的, 不是神, 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 这样, 不独我们这手艺被人轻弃, 就是大女神戴安纳的妙, 也要被人轻看, 连亚西亚全地和普世上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 也要消灭了, 众人听见这些话, 就怒气填胸, 喊着说, 大灾, 以服所人的戴安纳呀, 满城都轰动起来, 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 该游和亚里打鼓, 齐心拥进戏园里去, 保罗想要进去, 到百姓那里, 门徒却不许他去, 还有亚西亚几位首领, 是保罗的朋友, 打发人来劝他, 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 聚集的人纷纷乱乱, 有喊叫这个的, 有喊叫那个的, 大半不知道是为甚魔聚集, 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 犹太人推他往前, 亚历山大就用手示意, 要向百姓分诉, 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 就大家同声喊着说, 大灾, 以辅索人的戴安娜呀, 如此约有两小时, 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百姓, 就说, 以辅索人啊, 谁不知道以辅索人的城, 是敬拜大女神戴安娜, 何从朱毕特那里落下来的像呢, 这些事既是拨不倒的, 你们就当安静, 不可造次, 你们把这些人带来, 他们并没有抢夺教会之物, 也没有亵渎你们的女神, 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工匠, 有控告人的事, 自有公堂, 也有众省常, 可以彼此对告, 你们若问别的事, 就可以按着律法聚集断定, 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 我们难免被查问, 论到这样聚众, 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他说了这话, 便叫众人散去, 使徒行船, 第二十章, 乱定之后, 保罗请门徒来, 报了他们, 就辞别离开, 为要往马其顿去, 他走遍了那一带地方, 用许多话劝勉众人, 然后来到希腊,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 保罗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 犹太人埋伏要害他, 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 同他到亚西亚去的, 有碧里亚人索巴特, 铁萨罗尼家人亚里达古和西宫多, 还有特碧人该游, 并提摩太, 又有亚西亚人推击鼓和特罗菲摩, 这些人先走, 在特罗亚等候我们, 过了除教节的日子, 我们从菲利比开船, 五天到了特罗亚, 和他们相会, 我们在那里住了七天, 七日的第一日, 门徒聚会拨饼的时候, 保罗次日快要起行, 就向他们传道, 只讲到半夜, 他们聚会的那座楼上, 有许多亮光, 有一个少年人, 名叫游推鼓, 坐在窗台上, 困卷沉睡, 保罗讲了多时, 少年人睡熟了, 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 扶起他来, 已经死了, 保罗下去, 扶在他身上, 抱着他, 说, 你们不要发慌, 他的命还在他里头, 保罗又上去, 破饼, 吃了, 谈论许久, 直到天亮, 这才走了, 有人把那少年人活活地领来, 得得安慰不小, 我们先上船, 开往亚朔去, 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 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 他自己打算要不行, 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 我们就接他上船, 来到米推利尼, 我们从那里开船, 次日到了基阿的对面, 又次日, 到了撒摩, 就在特基林停泊, 又次日, 来到米利都, 乃因保罗早已定义沿着, 以弗所, 因他不愿在亚西亚担言, 他急忙前走, 巴不得赶五旬节, 能到耶路撒冷,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 往以弗所去, 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来了, 保罗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自从我到亚西亚第一日以来, 在你们中间, 始终为人如何, 服侍, 主, 凡是谦卑, 眼中多多流泪,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 经历试探, 你们也知道, 凡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 证明当下, 神悔改, 信靠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 心灵被捆绑, 不知道在那里要预陷慎魔事, 但知道, 圣灵在个城里向我指证, 说有捆缩与患难等待我, 但这些事都没有动摇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位宝贵, 只要欢欢喜喜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典的福音, 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 传讲神国的道, 如今看啊, 我晓得你们以后, 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 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的,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喂养, 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我知道, 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 进入你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 也必有人起来说被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 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 劝诫你们个人, 弟兄们,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典的道, 这道能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的基业,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 银, 衣服, 我这两只手长, 攻击我和同人的虚用,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指示了,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 扶住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 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保罗说完了这话, 就跪下同众人祷告, 众人痛哭, 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 叫他们最伤心的, 就是他说, 以后不能再献我的面那句话, 他们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使徒行船, 第二十一章, 我们离别了众人, 就开船一直行到戈士, 第二天到了罗底, 从那里到帕达拉, 遇见一只船要往菲尼基去, 就上船起行, 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航过, 往叙利亚去, 我们就在推罗上岸, 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 找着了门徒, 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他们被灵感动, 对保罗说,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过了这几天, 我们就起身前行, 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 送我们到城外, 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 彼此既次别了, 我们便取船, 他们就回家去了, 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 来到多利买, 就问那里的弟兄安, 和他们同住了一天, 第二天, 我们做保罗同伴的人离开那里, 来到凯撒利亚, 就进了传福音的菲利家里, 和他同住, 他是那七个直视里的一个, 他有四个女儿, 都是处女, 是说预言的, 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有一个先知, 名叫亚加布, 从犹太下来, 到了我们这里, 就拿保罗的腰带, 捆上自己的手脚, 说, 圣灵说,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些话, 都苦劝保罗,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保罗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 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 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 也是愿意的, 保罗既不听劝, 我们便住了口, 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 变了, 过了几日, 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 有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 带我们到一个老门徒的家里, 叫我们与他同住, 他名叫拿孙, 是塞浦路斯人, 到了耶路撒冷, 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 第二天, 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保罗问了他们安, 便将神用他传教, 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 一一一地述说了, 他们听见, 就归荣耀语, 主对保罗说, 兄台, 你看犹太人中信, 主得有多少万, 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他们听见人说, 你教训一切, 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 对他们说, 不要给孩子行割礼, 也不要遵行条规, 这可怎么办呢, 众人必要一同聚集, 因他们要听见你来了, 你就照着我们所告诉你的行吧, 我们这里有四个人, 都有怨在身, 你带他们去, 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 替他们拿出归费, 叫他们得以剃头, 这样, 众人就可知道, 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 并可知道, 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 遵守律法, 至于信主的外邦人, 我们已经写信拟定, 叫他们不必遵守这样的规矩, 只谨记那继偶像之物和血, 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 于是保罗带住那四个人, 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 进了殿, 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 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 那七日将完, 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 在殿里就耸动了众百姓, 下手拿他, 喊叫说, 以色列人来帮助, 这就是在各触礁殉众人, 遭见我们百姓和律法, 并着地方的, 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 污秽了这圣地, 这话是因, 他们曾看见以辅索人, 特罗非魔童保罗在城里, 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 合成都震动, 百姓一起跑来, 拿住保罗, 拉他出殿, 殿门立刻都关了, 他们正想要杀他, 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军长说, 耶路撒冷和城都乱了, 军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 跑下去到他们那里, 他们献了军长和兵丁, 就止住不打保罗, 于是军长上前拿住他, 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 又问他是圣魔人, 他所做的是圣魔事, 众人有喊叫这个的, 有喊叫那个的, 军长因为这样乱嚷, 得不住实情, 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 到了台阶上, 百姓挤得凶猛, 兵兵只得将保罗抬起来, 众人跟在后面, 喊着说除掉他, 将要带他进营楼, 保罗对军长说, 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 他说, 你懂得希腊话吗, 你不是从前作乱, 带领四千兄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 保罗说, 我本是犹太人, 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城, 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 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 军长准了, 保罗就站在台阶上, 向百姓用手示意, 他们都静默无声, 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 使徒行传, 第二十二章, 诸位父兄请听, 我现在对你们分诉, 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 就更加安静了, 保罗说, 我诚然是犹太人, 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城, 藏在这城里, 在加玛列门下, 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 热心侍奉, 神, 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我也曾逼迫凤这道的人, 直到死地, 无论男女都所拿下奸, 这是大祭司和仲长老, 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我又领了他们达与弟兄的书信, 往大马士阁去, 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 带到耶路撒冷受刑, 我将到大马士阁正走的时候, 约在正午, 忽然从天上发大光, 四面照着我, 我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扫罗, 扫罗, 你为甚魔逼迫我, 我回答说, 主啊, 你是谁, 他对我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拿撒勒的耶稣, 与我同行的人实在看见了纳光, 并且害怕, 却没有听明白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说, 主啊, 我当做圣魔, 主说, 起来, 进大马士阁去, 在那里, 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我因纳光的荣耀不能看见, 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阁, 那里有一个人, 名叫亚拿尼亚, 按着律法是前程人, 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 他来见我, 站在旁边, 对我说, 兄弟扫罗, 你可以看见, 我当时网上一看, 就看见了他, 他又说, 我们祖宗的神简选了你, 叫你明白他的旨意, 又得见那, 一者, 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对着众人为他做见证, 现在你为甚魔丹严呢, 起来, 求告, 主的名受尽, 洗去你的罪, 后来, 我再到耶路撒冷, 在殿里祷告的时候, 浑游向外, 看见主向我说, 你赶紧地离开耶路撒冷, 不可迟眼, 因你为我做的见证, 这里的人必不领受, 我就说, 主啊, 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尖里, 又在个会堂里鞭打他们, 并且, 你的殉道者尸体反被害流血的时候, 我也站在旁边欢喜他的死, 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服, 主向我说, 你去吧, 我要拆你远远的往外帮人那里去, 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 就高声说, 这样的人, 从世上除掉他吧, 他是不当活着的, 众人喧嚷, 摔掉衣服, 把尘土向空中仰起来, 军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 叫人用鞭子拷问他, 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 是未甚么缘故, 刚用皮条捆上, 保罗对旁边站住的百夫常说, 人是罗马人, 又没有定罪, 你们就鞭打他, 有这个力吗? 百夫常听见这话, 就去献军长, 告诉他说, 你要谨慎行事, 因这人是罗马人, 军长就来问保罗说, 你告诉我, 你是罗马人吗? 保罗说, 是, 军长说, 我用许多银子, 才得了这自由, 保罗说, 我生来就有, 于是, 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 随即离开他去了, 军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 又因为捆绑了他, 也害怕了, 第二天, 军长未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 便解开他, 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出席, 将保罗带下来, 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使徒行传, 第二十三章, 保罗注目看着公会的人, 说, 诸位弟兄, 我在, 神面前行事为人, 都是凭着良心, 直到今日, 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住的人打他的嘴, 保罗对他说, 你这粉饰的墙, 神要打你, 你做堂位的是按律法审问我, 你竟为贝律法, 吩咐人打我吗? 站在旁边的人说, 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 保罗说, 弟兄们, 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 经上记住说, 你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场, 保罗看出, 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 一半是法利赛人, 就在公会中大声说, 诸位弟兄, 我是法利赛人, 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 我现在受审问, 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说了这话,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 会众分为两党, 因为撒都该人说, 没有复活, 也没有天使和灵, 法利赛人却说, 两样都有, 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 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 争辩说, 我们看不出这人有甚魔恶处, 倘若有灵, 或是天使, 对他说过话, 怎么样呢, 我们不要攻击神了, 那时大起争吵, 军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 就吩咐兵丁下去, 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 带进营楼去, 当夜, 主站在保罗旁边, 说, 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到了天亮, 几个犹太人同谋发咒启示, 说他们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不喝, 这样同心密谋的有四十多人, 他们来见纪寺长和长老, 说, 我们已经发咒起了一个大事,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甚魔, 因此, 现在你们和工会要知会军长, 叫他明天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 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 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 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 保罗请一个百夫常来, 说, 你领着少年人去献军长, 他有事告诉他, 于是把他领去见军长, 说, 被求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 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 他有事告诉你, 军长就拉着他的手, 走到一旁, 私下问他说, 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 他说, 犹太人已经约定, 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工会里去, 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 你切不要随从他们, 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 已经启示说,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不喝, 现在预备好了, 只等你应允, 于是, 军长打发少年人走, 嘱咐他说, 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些事报给我了, 他便叫了两个百夫常来, 说, 预备步兵二百, 马兵七十, 长枪手二百, 今夜駭出往凯撒利亚去, 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 护送到巡抚菲利斯那里去, 他又写了文书, 大略说, 克劳蒂吕西亚, 请巡抚菲利斯大人安, 这人被犹太人拿住, 将要杀害, 我得知他是罗马人, 就带兵钉下去救他出来, 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 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工会去, 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 并没有甚谋该死该绑的罪名, 后来有人把犹太人怎样埋伏那人的计谋告诉我, 我就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 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 再见, 于是, 兵丁赵索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 第二天让马兵护送, 他们就回营楼去, 马兵来到凯撒利亚, 把文书呈给巡抚, 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 巡抚看了文书, 问保罗是纳省的人, 既晓得他是激励家人, 就说, 等告你的人来到, 我要细听你的事, 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审判厅里, 使徒行传, 第二十四章, 过了五天, 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便是铁土罗下来, 向巡抚控告保罗, 保罗被提了来, 铁土罗就告他说, 菲利斯大人, 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 并且这一国因着你的先见, 做了甚大的贡献, 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 唯恐多说, 你嫌凡序, 只求你宽容听, 我们说几句话, 文坛这个人, 如同瘟疫一般, 是古动普世上众犹太人生乱的, 又是拿撒勒交党里的一个头目, 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 我们把他捉住了, 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 不料军长吕西亚前来, 甚是强横, 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 如今可以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 你自己就问他, 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 事情诚然是这样, 寻服示意叫保罗说话, 他就回答说, 我知道你在这国礼断是多年, 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 你查问就可以知道, 从我上耶路撒冷敬拜到今日, 不过有十二天, 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 或是在会堂里, 或是在城里, 和人辩论, 耸动百姓, 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但有一件事, 我向你承认, 就是他们所称为一端的道, 我正按着那道敬拜我祖宗的, 神又信合乎律法的, 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 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 无论善恶都要复活, 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 我因此自己勉励, 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 过了几年, 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相, 和贡献的物上去, 正现的时候, 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 并没有聚众, 也没有嘲嚷, 唯有几个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他们若有告我的事, 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 即或不然, 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的时候, 我有不法的地方, 他们自己也可以当面说明, 纵然有, 也不过一句话, 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 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 是未死人复活的提问, 菲利斯听见这些事, 本是详细小的这道, 就置无他们说, 且等军长吕西亚下来, 我要彻查你们的事, 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 并且宽待他, 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 过了几天, 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 就叫了保罗来, 听他讲论信基督的道, 保罗讲论公义, 节制和将来的审判, 菲利斯甚觉恐惧, 说你暂且去吧, 等我得便再叫你来, 菲利斯又盼望保罗为的释放而送他钱财, 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 过了两年, 波秋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人, 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留保罗在监里, 使徒行船, 第二十五章, 菲斯都到了人, 过了三天, 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 大祭司和犹太人的首领, 向他控告保罗, 又要告他, 求他的情, 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 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 菲斯都却回答说, 应当将保罗扔压在凯撒利亚, 他自己快要往那里去, 他说, 你们中间能够同去的人, 可以与我一同下去, 这人若有肾魔恶行, 就可以告他, 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十多天, 救下凯撒利亚去, 第二天坐堂, 吩咐将保罗提上来, 保罗来了, 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住, 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 都是不能证实的, 保罗分诉说, 无论犹太人的律法, 或是圣殿, 或是凯撒, 我都没有干犯, 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问保罗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些事吗? 保罗说, 我站在凯撒的堂前, 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我像犹太人并没有行过肾魔不义的事, 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我若成了罪犯, 或犯了肾魔该死的罪, 就是死, 我也不惧, 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识, 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 我要上告于凯撒, 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 就说, 你记上告于凯撒, 可以往凯撒那里去, 过了些日子, 亚基帕王和百尼基氏来到凯撒利亚, 问菲斯都安, 在那里住了多日, 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 说, 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所捆锁的,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江, 他的事禀报了我, 求我定他的罪, 我回答他们说, 无论圣魔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 未得允准分诉所告他的事, 就先定他死罪, 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 所以, 即至他们来到这里, 我就不担言, 第二天便坐堂, 吩咐把那人提上来, 告他的人站着告他, 所告的, 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 不过是有几样辩论, 为他们自己迷信的事, 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 是已经死了, 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 这些事当怎样就问, 我心里作难, 所以问他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为这些事听神吗? 但保罗求我留下他, 要听奥古斯都审断, 我就吩咐把他留下, 等我解他到凯撒那里去, 亚基帕对菲斯都说, 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 菲斯都说, 明天你可以听他, 第二天, 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 同驻众军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 菲斯都吩咐一声, 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 菲斯都说, 亚基帕王何在我们这里的诸位啊, 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和这里, 曾向我恳求, 呼叫说不可容他在活着, 但我查明他没有犯甚魔该死的罪, 并且他自己上告于奥古斯多, 所以我定义把他借送, 论到这人, 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我主, 因此, 亚基帕王啊, 我带他到你们面前, 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 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沉奏, 据我看来, 借送囚犯, 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 使徒行传, 第二十六章, 亚基帕对保罗说, 准你为自己辩明, 于是保罗伸手分诉, 说, 亚基帕王啊, 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 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 十位万幸, 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 所以求你耐心听我, 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 并在耶路撒冷, 自幼为人如何, 犹太人都知道, 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 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 做了法利赛人, 现在我站立受审, 是因为盼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 这应许, 我们十二个制派昼夜窃窃的侍奉, 神都盼望临到, 亚基怕王啊, 我被犹太人控告, 就是因着盼望, 神叫死人复活, 你们为甚魔以为不可信的呢, 从前我自己原以为, 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 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 我就把许多圣图求在监里, 他们被杀, 我也出名定案, 在个会堂, 我屡次用刑墙逼他们说亵渎的话, 又向他们大发癫狂, 我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 那时,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 往大马市阁去, 王啊, 我在路上正午的时候, 看现从天发光, 比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 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 我就听见有声音用西伯来话, 向我说, 扫罗, 扫罗, 魏甚魔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是男的, 我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做执事, 做见证, 将你所看现的事, 和我将要显明于你的事证明出来, 我也要救你, 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 我拆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的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泉下归向, 神, 使他们的蒙述罪, 和那些因所信之道而成圣的人同的基业, 这道也在我里面, 压迹帕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一项, 先在大马士革, 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以及外邦, 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 神, 行出迂回改向称的行为, 因此, 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 想要杀我, 记得蒙, 神的帮助, 我就存留直到今日, 对着尊贵, 卑贱, 老幼做见证, 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 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因从死里首先复活, 要光照百姓和外邦人, 保罗这样分诉, 菲斯兜大声说, 保罗, 你癫狂了吧, 你的学问太大, 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 菲斯兜大人, 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真是清醒的话, 王爷晓得这些事, 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 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 因这事不是在角落之处做的, 亚基帕王啊, 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是信的, 亚基帕对保罗说, 你这样劝我, 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 保罗说, 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你一个人, 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捆锁, 当他说完了话的时候, 王和寻抚并摆尼基与同坐的人兜起来, 推到里面, 彼此谈论说, 这人并没有犯甚魔该死该绑的罪, 亚基帕又对菲斯兜说, 这人若没有上到于凯撒, 就可以是放了, 使徒行船, 第27章, 菲斯都既然定义了, 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 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 交给奥古斯都玉营里的, 一个百夫长, 名叫尤柳, 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 要沿着亚西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 我们就进了那船开行, 有马其顿的铁萨罗尼家人亚里达古, 和我们同去, 第二天, 到了西顿, 由刘宽戴保罗, 准他往朋友那里去, 受他们的照应, 从那里又开船, 因为风不顺, 就贴着塞浦路斯被风暗行去, 过了基利加, 庞菲利亚前面的海, 就到了吕家的梅拉, 在那里, 百夫长遇现一只亚历山大的船, 要往意大利去, 便叫我们上了那船, 一连多日, 船行得慢, 紧紧来到格尼土的对面, 因为被风拦阻, 就贴着克里特被风暗, 从撒姆尼对面行过, 我们沿岸行走, 紧紧来到一个地方, 称为加美的港口, 离那里不远, 有拉西亚城, 走的日子多了, 已经过了近时的节期, 行船又危险, 保罗就劝种人说, 众位, 我看这次行船, 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 大遭破坏, 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 过于信从保罗所说的, 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变, 船上的人就多半说, 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 或者能到菲尼基过冬, 菲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海口, 一面朝西南, 一面朝西北, 这时, 微微起了南风, 他们以为得意, 就起了矛, 贴近克里特航去, 不多几时, 狂风从岛上扑下来, 那风名叫有罗格屯, 船被风抓住, 敌不住风, 我们就任风刮去, 贴着一个岛的被风暗奔行, 那岛名叫高大, 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 既然把小船拉上来, 就用缆锁捆绑船底, 又恐怕坠入流沙里, 就落下棚来, 任船飘去, 我们被暴风吹荡太甚, 第二天, 他们就把船重减轻了, 到第三天, 我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 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 脆逼我们的狂风大浪又不小, 我们得救的盼望就都绝了, 众人多日没有吃肾膜, 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 说, 众妹, 你们本该听我的话, 不离开克里特, 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 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 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 唯独失丧之传, 因我所属所是凤的, 神, 他的天使这夜站在我旁边, 说, 保罗, 不要害怕, 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 看啊, 并且与你同船的人, 神都赐给你了,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 我信, 神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 到了第十四天夜间, 船在亚德里亚海漂浮, 约到半夜, 水手以为渐进汉地, 就探身前, 探得有二十法赫, 稍往前行, 又探身前, 探得有十五法赫, 恐怕撞在石头上, 就从船尾抛下四个矛, 盼望天亮,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 把小船放在海里, 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 保罗对百夫长和冰丁说, 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 你们必不能得救, 于是冰丁砍断小船的绳子, 由他飘去, 天见亮的时候, 保罗劝众人都拿食物吃, 说, 你们等着忍饿不吃肾膜, 已经十四天了, 所以我劝你们吃些食物, 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 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 也不至于掉落, 保罗说了这话, 就拿着饼, 在众人面前感谢了, 神就剥开吃,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 也就吃了, 我们在船上的共有二百七十六个人, 他们吃饱了, 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 喂药叫船轻一点, 到了天亮, 他们不认识那地, 但现一个海湾, 有岸可登, 就想能把船舶进去不能, 于是收起缆锁, 气毛在海里, 又松开剁绳, 拉起主棚, 顺着风向岸行去, 但遇着凉水加流的地方, 就把船割了浅, 船头胶筑不动, 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 冰丁的意思, 要把囚犯杀了, 恐怕有浮水脱逃的, 但百夫常要救保罗, 不准他们任意而行, 就吩咐会浮水的, 跳下水去先上岸, 其余的人, 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 这样, 众人都得了救, 上了岸, 试图行船, 第28章, 我们既已得救, 才知道那岛名叫马尔他, 土人看待我们, 有不少的恩情, 因为当时下雨, 天气又冷, 他们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 那时, 保罗拾起一捆柴, 放在火上, 有一条毒蛇, 因为热了出来, 咬住他的手, 土人看见那毒蛇挂在他手上, 就彼此说, 这人必是个凶手, 虽然从海里救上来, 天里还不容他活着, 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 并没有受伤, 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 或是忽然扑倒死了, 看了多时, 献他无害, 就转念, 说, 他是个神, 离那地方不远, 有田产是岛长布百留的, 他接纳我们, 款留我们住宿三日, 当时, 不百留的父亲, 患热病和立即躺着, 保罗进去, 为他祷告, 按手在他身上, 治好了他, 从此, 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 得了医治, 他们又多方地尊敬我们, 到了离开的时候, 也把我们所需用地送到船上, 过了三个月, 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离开, 这船以卡斯托尔语, 波里克斯位级, 是在那海岛过了东的, 到了叙拉谷, 我们停泊三日, 又从那里绕行, 来到利基翁, 过了一天, 起了南风, 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 在那里遇见弟兄们, 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 这样, 我们来到罗马, 那里的弟兄们, 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 道亚比乌室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 保罗献了他们, 就感谢神, 放心壮胆, 到了罗马城, 百夫厂把众囚犯, 交给玉营的统领, 唯有保罗蒙准, 和一个看守他的兵, 另住在一处, 过了三天, 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 他们来了, 就对他们说, 诸位弟兄, 我虽没有犯甚摩事, 干犯本国的百姓, 和我们祖宗的规条, 却被囚禁, 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 就愿意释放我, 因为在我身上, 并没有该死的罪, 无奈犹太人不服, 我不得已, 只好上告于凯撒, 并非有甚摩事, 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 因此, 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 我原为那以色列所盼望的, 被这链子捆锁, 他们说, 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 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 说你有甚魔不好处, 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 因为这叫门, 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 就有许多人到他的狱出来, 保罗从早到晚, 对他们讲论这时, 证明神国的道, 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 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 他所说的话, 有信的, 有不信的, 他们彼此不和, 就散了, 为散已先, 保罗说了一句话, 说, 圣灵极先知以赛亚, 向我们祖宗所说的话, 是不错的, 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游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他们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归正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所以, 你们当知道, 神这救恩, 如今传给外邦人, 他们也必听受, 保罗说了这些话, 犹太人彼此议论纷纷地就走了,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 他全都接待, 放胆传假, 神国的道, 将, 主耶稣, 基督的是教导人, 并没有人禁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